美国总统胜选人川普放出百日之内要完成事项还有纲要 其中一项就是要取消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 而这个举动不只影响到了中改堂各地 以及美国跨国贸易 其中更涉及多项的专利条款 因此《东星新闻》特别找来了专业律师王松峰 帮观众朋友深入分析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月后 马上安排访美 就是为了实现当初在就职演说上 要带领台湾加入TPP的诺言 结果川普一胜选就宣布取消TPP 打翻台湾如意算盘 究竟TPP取消到底有什么影响 王松峰律师直接给答案 川普说他要退出来的话 对美国的影响其实不会太大 因为TPP是其他的国家要跟美国看齐 那不是说美国要跟其他的国家看齐这样子 所以退出来的话对美国现在的政策 或者是说美国现在的公司的话对不对 除非他们有做这种国际贸易的话 再不然是在有现有的美国公司的话对不对 影响是不会太大 强调川普上任后 无论推出什么政策都得遵循美国立国精神 而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概念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被纳入宪法当中 作为保障发明家和业者利益的重要基石 甚至早已融入美国人的生活中 美国本土的大公司 虽然我的工厂在海外 但是我非常我知道美国的市场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智慧 智慧产权已经很保护了 我觉得比较多会影响到的是 在海外的公司 那要在美国设一战 就是说在美国有开发工厂 开发员工的话对不对 或者是开发他们自己的R&D的话对不对 这个会影响比较大 说明从电影产业华纳兄弟的蓝白WB标志 黑色Nike字样以及流畅GoGo 不管是文字还是图形 都受到美国商标法保护 相较之下 未来在川普推动专利发展政策后 一旦有跨国贸易公司不注重商标与专利 小心会吃大亏 我们会看到说很多海外的公司 因为他假如说不是Bake在美国的话 他要到美国来做生意的话 他就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智慧产权法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increase在美国智慧产权的申请 好比就是专利的申请这样子 那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已经是 谁先申请谁就有专利权 美国到底有多注重专利权 知名服装品牌GAS 就曾经狠狠跌了一大跤 原因是GAS的新球鞋 和意大利知名品牌Gucci的经典鞋款 太过相似 最后GAS被控侵犯商标 不得不拿出400多万美元赔偿了事 但就算如此 仍然有很多的跨国企业 还是不够重视专利这件事 以前很多公司没有把智慧产权放在第一 也没有放在第二 可能智慧产权是说 很多公司就说 我公司开始赚钱了 我再来想说我要不要去保护 我要不要去关心说我们的政权 现在因为我们只可以说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 就是说我要跨国的话 要做跨国企业的话 我不但要在我的本国 要保护我的智慧产权 我要到我任何开发的会开发的国家 我要去了解那个国家的智慧产权 从食品类的阿舍干面 原汁原味 让海外华侨一节相酬 到整形一时独创的手术手法等 松丰律师事务所帮助过无数中港台企业 申请美国专利 踏出征服美国市场最重要的一步 我今天要进来美国市场的话 我可能以前是说 我要怎么开发这个市场 我要怎么把这个人工支配到那边去 我要怎么找warehouse 找personnel 找HR 我现在另外一个要想就是说 我要怎么保护我的产品 这样子 我要怎么确定说 我的产品虽然在中国有专利 但是我到美国不会侵权别人的专利 或者说我的产品虽然在中国有专利 但是我开发到美国 在美国设定工厂的时候 我要用一个美国公司来卖我的产品 那我的专利不会被别人侵权 专业律师提醒 不管企业从哪里出发 在整个贸易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国家 都应当先注册专利 以免被代工厂强先 丧失当地市场 而在缺少华人的专利法领域 企业有任何问题 欢迎联络经验丰富的 王松峰律师进行专业咨询 东森新闻里 中央唐梦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中央地区